盲人崇敬院一直在帮助中途失明者 重新找到自我的定位 也因为默默照顾弱势 所以有不少团体会主动提供协助 如同在北市西门町 有一家微笑美法沙龙 就每个月率领旗下设计师 前来院内为视障生打理门面 因为第一印象总是很重要 他真的是全心全意的 就是说他要做这件事 而且他觉得做这件事非常有意义 因为其实我们中途失明的朋友 他们有一些在重建之后 他其实要再进入职场 那他的仪态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剪一个漂亮的发型 让他们其实都开心得很久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在职场就是仪态要很好 那发型是其中一种 那所以让我们的视障朋友知道 就是有很多社会的人士 其实也很对我们是有期待的 就是我们要去做服务 你的仪态还是要很好 那包括从头开始 这个部分其实在意见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让同学知道 院长表示这位店长的做法 不只真正落实企业家 应有的社会责任 同时还把家人带到现场 让他们更了解落实朋友 为何需要协助 因为生命教育不该只出现在书本中 而是真正体会生活中所感受的 我也碰过好几次 他把自己的家人都带来 包括太太啊孩子都带来 那他其实就是要让他的孩子看到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人是需要帮忙的 然后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很早 他的孩子对我们四张朋友 怎么帮忙 其实他们也都了解 其实院方感谢知名或不知名的行善家 因为有他们的付出 重建院才可以心无旁骛协助盲生生活重建 不过若社会上有更多团体 愿意成为重建院的力量 相信是四张生的福气 因为每一个中土市民之前的状况是不一样 市民之后需求也很多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要很多不同的资源进来 来为他们做最好的服务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财力 我们需要一些物力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服务这些中土市民的朋友 其实我们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我们要自愁的部分就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各界 有钱出钱有力处理 然后为中土市民的朋友尽一份行李 近期这家美法业者又将在八月中旬 前往重建院为师生整理门面 让大家得以清爽过炎炎夏日 并为自己的职场生活留下第一好印象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